火石燒得猛烈不時竄出熊熊火蛇 還閃出可怕火光 現場紅塗通一片不停冒出濃濃黑煙 消防人員立刻拉水線進行灌灸 兩點多那邊倒火 還要倒四點多那個三公 走火車再來 現場總共三百坪火石燒個不停 由於火在現場旁邊就是農地 消防人員看到旁邊剛好就有水溝 直接抽水溝內的水來滅火 現在我們是苦水期 今年的雨水特別少 所以我們善用附近的天然水源 包括農田的用水灌溉用水 還有農田水利的 他們農民的灌溉用水等等 所有能夠善盡搶救的用水的部分 我們都盡量充分的來利用 這期火警就發生在29號清晨4點39分 高雄市大樓區江山路的一家木材工廠 由於現場堆放大量易燃木材 火石燒的一發不可收拾 現場陸陸市是總共出動了38輛消防車 還有84名的消防員到場搶救 裡面全部都是充滿了火災量很大的這個木材 所以又是深層堆積得很高 所以變成深層火災 燃燒之後探煙再把它覆蓋下去 所以變成在搶救上面時間可能要拉得比較長一點 由於發生火災的木材工廠 隔壁就是環保公司 廠裡還停放了好幾部化學槽車 上頭還有一些化學溶劑 首先火石控制住沒有再持續擴大 但起火原因警方還要再調查 紀元宋貝城武國長馬嘉宇高雄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